今天媽媽教你煮紅燒豬手 一定好吃 也很容易煮 豬腳去豬肉攪一塊塊 煮一煲滾水 煲滾水放進去洗 血水洗 拿起它 拿起它 待會再爆 現在豬腳是用滾水洗過 放起它 然後預備薑片 薑刨皮切一片片 蒜頭拍片之後 撕掉衣 預備蒜頭 乾蔥頭 乾蔥頭是甚麼 撕掉衣 切開它 第一要有生抽 有紅燒汁 有燒酒 有清雞湯 預備少許片糖 還有可以加些八角 八角 在雜貨店已經有賣了 它有香味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加些八角 如果你不喜歡八角的味道 你可以不加 鑊鑊 燒熱油 可以放些薑 爆一下薑 加蒜頭 和乾蔥頭 和乾蔥頭的香味 就可以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豬手 剛才用滾水洗過 晾乾水之後 放進去 放進去 之後 我把它炒出來 另一邊 就放進去 炒熱油 就這樣 一平固定 好了 一平固定 炒熱油 周邊炒熱油 就會用來炒熱油 炒熱油 就可以炒熱油 把炒熱油 泄熱油 小麵炒熱油 把炒熱油 一乾水後 它就會開始轉變金黃色 你聽到它有水聲 其實煮食除了看外聽的聲音是很重要的 開始了 現在開始有些金黃色 還未可以 還要爆一下 要給耐性爆 其實就是把豬肉的豬味 水爆走 乾水就沒有那股味 剩下乾蔥和薑的味道 因為它乾了 沒了血水 它的外皮 其實還未熟 外皮就開始有些金黃色 起碼要爆到這個程度 現在你聽到它很大聲 爆得自己有響聲 你會看到它的皮 它的皮都開始有少許金黃色 這個時候即是說鑊 你看 裡面沒有水的 沒有水流的 乾了 因為外皮 煮焦了它 封了它 它本身將裡面的肉汁 的醬汁 肉的醬汁封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加燒酒 因為鑊要乾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要加燒酒 因為鑊要乾一點 酒呢 第一 這個時候 這麼少青雞湯就不夠了 這個時候 這麼少青雞湯就不夠了 現在我們要加些水 現在要加些水 現在要加些水 我們可以加些水 因為這麼大鍋的豬肉 所以我們一定要些水 就差不多滿了 好了 紅椒汁 你看 看 都有差不多三分一瓶 你放這麼大鍋 這裡有兩隻豬肉 再加些豉油 其實你現在 因為它一路燜的 你可以待會再試味 現在就先放了 有夠少少片糖 再加上八角 我們就可以蓋蓋 炆它 待會滾了之後 你就把火調慢 大概都要炆一小時以上 然後看它有 煮成之後就可以關火 關火 關火 不要動它 等它焗 慢慢地焗 然後在吃之前 再炆多一個小時就可以了 煮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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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成熟